六十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 你从他X光片你读不太出来 心脏看起来是还好 肺脏也还好 所以我们看X光不能只看这个 你要仔细看包括肋骨 可是你肋骨仔细看的时候 勉强可以看得出来 这也似乎有点问题 但是是似乎而已 也不是很确定 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 稍微给他弯一点的角度 来看的时候 似乎是确实 他有断掉的一个可能性 还是确实比较明显一点 但是光靠这个 现在电脑断神立体影像的重整 就让我们看得很清楚 这个是从正面来看的时候 稍微侧身来看的时候 就会看到很明显 这个断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 从第三个肋骨开始断到 第十一根肋骨 所以一大片肋骨都断掉的一个结果 这个疼痛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那这个不舒服 我们怎么跟它解决 大家说穿个背架等等固定就好 不是 现在医疗可以进步到 这个胸腔镜进去 可以看到有一些血水在那个地方 可以引流出来 然后骨头 肋膜肋骨的地方 可以找出来 断断在这里 然后重要的几根 再给它做这样固定的一个动作的时候 这个呼吸起来就会顺畅很多 它恢复的情形 就会好很快的一个 好的速度会快很多的一个状况之下 不会影响到它心肺的功能 所以你看看这样子固定完以后 不像以前 那个疼痛是非常痛苦的情形 花了一个时间会很久的一个情形 那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一个肋骨骨折 骑脚踏车 所以骑脚踏车绝对要非常非常小心 尤其家里面有长者的